还是改一下这个布局 继续加上LAY 命名叫这个 那个item那个的话 我们 我们直接用它这个样式 咱们这个baseditem 应该字体也是20 都是黑字嘛 对吧 我看这里边是灰色的 看不太清 咱们这有两个 还有一个所属全类的 tv 也放到 这里边吧 然后这个有一个street是吧 有个提示 我们要把这个团队 我们要把这个团队弄过来 这个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感觉到有点奇怪 没有用到它 但是这里边还有 看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这个是 这个要使用来走 我们要把这个自幅串也弄过来 这个自幅串应该是 这个的一个提示 我们把自幅串也弄过来 这一边 这个布局里边的内容 其实也是放了好几个空间 这个不保存了吧 接着我们往下 这个是编辑框了是吧 类别名字的编辑框 像这个吧 这个也要设置了大小对不对 然后这个改一下ET 因为在这里边统一用的都是垂直这种布局 对吧 也没有设设什么方位啊 或者什么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TV有了ET 有两个text 是为了可能为了填充位置 然后这个呢也是又是一个TV 这个咱们也得弄过来吧 这个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图是什么来的 所属分类提示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人家就是上面这个提示 对吧 然后这个风格样式风格呢 那我们就帮忙在夜里设一样 按成黑色的显示 据顶端20这个px还是老样子 按照咱们的约定 px全都放成dp 这个是spinner 下来下点组件 对不对 其他的还没有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编辑修改布局就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什么也给挪过来 增加和修改这个类 我们直接挪过来用 然后进去也是看一下这个代码 先来看一下 先把这些引用呢就给删掉 我们看它都有什么 先把这个搞进来 business我们先前都已经封好了 都有了 对不对 有个spinner这个空架 对吧 主要就是这两个空架要取是吧 它还有它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边 数据画也是这两个空架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呢 这个点击之间呢 是实现了这个接口 对不对 在这里边判断是点击是保存还是取消 对吧 这个人家了解吧 如果是保存的话就掉了这个添加 或者修改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封信的方法了 这为什么报错呢 咱们平常是不是都有底标这个框了 对不对 对吧 但是在这里边是不是新建的这里边没了 所以说咱们要动态的把它给移除掉吧 对不对 移除这个方法又封装到这个form框架里边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个吧 这个移除就是这样 动态的要把它给移除掉 我们把这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方法直接拷过来 直接在这里边使用 移除这个 这个里边还没封装 移除这个方法是不是 我们还要去 再去封装一下 我直接找到那个泪 直接找到 咱们封的移除是在哪放的 这里边是吧 先前是有移除这个 这个吧 也就是说动态的取出 咱们那个bottom那个底子 那个布局 哦 这个取的是那个 主体的那个布局 取了之后 把这个咱们先前获取了这个底嘛 对不对 最外层的这个 看一下这个 实力化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底啊 intlue的bottom吗 对吧 还有印象吗 然后把它在主体里边 实力化出来 主体这个manyout 把它在主体里边 用remove view把它给移除掉 是不是 移除完直接把它给置一下空 设个浪值 我们在这里边就把这个方法 叫给添加 人家open hello 什么都有 这个没分化的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直接 这个没有 我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在这里边改 我这个名字给改了 之前叫LVM Layout 现在改成L-A-Y Man-Body 取出它这个主体的 Man-Body 然后把它这个给移除掉 L-A-Y 应该移除它 之前的名字一改 就搞混了 就用不出来了 这时候这个Remove方法就有了吧 把它过去动态给移除出去 这样就 直接用就不会报错 刚才那块没报错了吗 这个保存一下 这个保存说我们现在已经用 是在这 在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就把它给移除掉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 这个Text的立体 这就是初始化工件 那今天要填的值 然后Spinner 你也要初始化 对不对 这个变量 然后在这里边绑定数据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绑定数据 我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咱们看这个 对不对 我在这里是怎么绑定的 这个 用了个AreaAdapter 是不是 在这里边 你可以给它默认传 在就是往里边传递 这个参数的时候啊 这个 有警告还看不出来 你可以给它传默认你想要的这个布局 你知道吧 但是我这里边你可以看出来 是传了两个布局 是吧 因为我这是配合着使用的 你第一个不传这个时候 你直接设它这个布局 你知道吗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就变得又宽又大 它那个默认的 它这个布局就很不好看 知道吧 所以我通过两个布局 在第一次初始化的时候 看的话是用这个布局 最后再通过 设置它这个 呃 这种下拉布局这个资源 用它内置的这个 你看它这里边有好几种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内置的布局资源 你看用过了 对吧 你看有好几种 我在这里边就用了它这个 这个专门 这个下拉这种布局 对吧 它出来的样式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效果 里边还有好几种 比如说item那种方式 进去就是item 一个一个点 咱们可以 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把这个 不同的布局 加载进去试一下 对吧 这就是 因为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你就不用再 每一个都去封一个 adapter 让它绑定 就搞得挺复杂的 所以说一些简单的 这个东西啊 你用它的那个 什么就可以 用它的 它的这个 area 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布局呢 我们还要有一个 要注意的地方 我这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个要注意的地方 是什么呢 因为它那 它输出了这个 它怎么 你绑定 你也没指定什么 什么 要输出 到底什么字吧 对吧 你一个实体类里边的字 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知道 要输出你这种文字 因为你在里边 你跟实体类里边 属性有很多嘛 对不对 它为什么知道 是要这种呢 我进来看一下 你看 你这个实体类还是 是这个范形实体类 是它吧 但是你设置之后 你 咱们平常都是 直接设置之后 它这里 它怎么知道 要 正好用你那个 类名 类别名称 你这个是要设好的 这点就有一点 注意的事情 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这点不改 你就有 你都发现 它输出来的是什么呀 全部都是你那个 内存地址 有没有 试过用对象 直接图Screen 全都是内存地址那种吧 为什么呢 有一个地方 你要注意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体类 我做了一个什么 稍微 要改造 发现没有 什么感觉 什么不同 看见没 图Screen 给它覆盖一下 把这个方法 给它复写掉 复写掉 我是不是传的是 类别名称 因为它默认 它那个 Area 他就调用这个图Screen 把值给输出出来的 你这个不覆盖 它调用默认的 这个图Screen Overjack的 这个图Screen 直接就把内存地址 给你打出来了 所以说你在弄的时候 把这点改造一下 你不改造 你就老是发现 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对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就是用这个 AreaAdapter 要注意的地方 对吧 其他的 基本上 这个使用方法 都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继续往下呢 这就是 这个修改编辑的时候 你总要初始化 这个数据吗 也就是说 现在 添加的时候 你不用初始化 对不对 咱们可以看 这个方法的调用 是不是 当它是添加的时候 你不用调吗 当它是编辑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 把它先前那些值 都给它填进去 才行 所以说 你在这里边 我这个 Interdate 初始化数据 这个方法 就是这么的作用 把尸体类传进来 然后把这里边 所有初始化好的 以前 以前文文框 那是什么值 你就填什么值 以前这个 选的是什么 你就还接着 弄什么值 对不对 这时候 咱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就 又跟先前 咱们写了一模一样了吧 就整个跟一个流水线似的 都是这么一种模式 对不对 比如说添加呀 该数据教验的 就继续要教验 对不对 这个是判断 选择了数值 如果是请选择 这名 它是子类吗 不是 它是大类吗 它没选择 对不对 因为这儿是取反 看好 这儿有个取反 请选择 就直接负就是零 对吧 它没有负 它的负是零 咱们有一个 插入数据的时候 就插入了一个根结点 如果是选择的话 就把它选择了 这个当前的这个类 当成它的负类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这么简单 后边 这就 这就是这样了 插入什么 对不对 好 这么一弄 咱们这个添加编辑 就完了 我们的这个添加编辑 基本上一样的这种模式 就又完了 然后我们回去 把我们这个类别里边的一些代码 就应该就可以放开了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放开了吧 对吧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我们的添加吧 这个是删除 这个是我们的添加编辑 修改 这个是我们的修改 对不对 如果是修改的话 咱们先前不是 选某个item的时候 在这里边选某个某个项的时候 长按的时候 不是把它的这个实体类取出来了吗 对吧 你取出来了 你就要放进去吧 对不对 还记得那个 传递参数这个吧 就把这个 放入这个扩展数据这个方案了 把咱们的这个实体类 这是咱们的这个 k嘛 等于是k 然后实体类放进去 但是放 你放这个 要传递这个 你自己自定义实体类的时候 你这个实体类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咱们这里边就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传递自己自定义的这个数据 或者实体类的时候 我们这个在实体类里边 一定要实现一下这个 看形化序列化的这个接口 对吧 它是JavaIO的这个接口 这个可以序列化这个接口 你把它实现之后 它才能够传递 你不实现的话 是传递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传递 传递这个数据的话 你直接在那边 实现那个接口就可以了 也不用有什么方法 它里边是没有方法的 你实现那个接口之后 在这里边放 就是标识 它是可以可序列化的这个数据 然后你才能往里边放 最后才能解析出来 然后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又用到了 打开这个Activity 并且 就是要跟踪得到它这个 另外一个被打开的这个Activity 传回的结果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 就不是在一个 新的界面里边 做添加和修改的 我们是跳转到了 另外一个Activity 对不对 这个Activity 在编辑或者操作完之后 我们就想 让它有一个返回的结果 返回到 咱们的这个 类别管理的界面里 对吧 返回了之后 我们才能得到 知道它添加了 或者是修改了 我们才能在这里边 再做这个数据的重新绑定 对吧 就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 通过这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 它因为 这就是又是一个函数回调嘛 它在完成之后 会自动调用我们的这个 Activity Result这个方法 在这个里边 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 它在这里边 不是可以传这个 请求了这个代码吗 这个就是用来做一个区别 因为我们有可能 打开不同的窗体 都需要获取它的结果 对吧 我们用这个代码 把它给区分开来 因为它在回调的时候 会把这个 你之前 传的这个代码 再给你传回来 你可以通过传回来 不同的代码判断 到底是哪个窗体 返回的值 我们这里边呢 就只有这一个窗体 所以我们就不用判断了 对吧 我们直接 只要教用了这个方法 证明它是编加 添加了或者修改了 我们直接重新绑定一下 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的删除呢 就是一个什么删除啊 就是根据这个方法 就是根据它传过来的一个路径 我们来看一下 获取当前这个实体类的路径 是不是 是不是 好